第九期 今天应该是第十期了 我记不倒了 到时候再瘸一下 今天我再说一下第九期的YouTuber作者吧 或者是第十期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今天同样的 我还是说一句我的废话 你今天爬穷了吗 让我说说谁呢 说个够敏感的吧 刘大事 这个人我还是跟他联系过 刘大事 刘大事 这个小伙子的 他也是 江湾一带 浙江那一片的人 他曾经在国旗上班 然后也没出名之前 也在YouTube上面录视频 录了视频就往上传 传了之后 他就去有一次 估计是出国旅游嘛 他就第一次白本附照去美国旅游 然后可能政治避难成功了嘛 在美国就开始做YouTuber视频 出名了 我觉得刘大事 这个人哈 虽然他是 不知道是大事 别人是本科文凭 苏州大学毕业 我感觉他说话还有个语调 确实有点 小 加持气气 说话有点 感觉有点 怎么怎么说呢 有时候很生气 知道吗 然后他感觉他也能说一点 有道理有感觉的那些 反对某组织的话嘛 然后他的英语水平很好 这小子可以 然后他的视频呢 我也经常看过 就是拿个手机 对了 然后说 今天大家好啊 就是这样 很高兴的 我用Nike联系过 这小子也不错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就是今天的优势 优势所 YouTuber作者 希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视频 他也讲到很多 关于 怎么怎么的 怎么怎么的 大家都懂 好 拜拜 做片不容易 看片请点赞 请微信支付宝支付 谢谢